周秋假期 明天刚好是24节期当中的立夏 天气很闷热 好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变化 来看到周冬的台湾处在封面前缘的暖气 所以各地高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 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中南部地区 花林纵谷有机会飙到38度的高温 记得大家要多补充水分 多注意和旁帅 我们再看到的是呢 接下来这雨区预报的部分 周六封面开始接近了东半部 降雨几率会提高 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 紧接着周日要变天了 封面通过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一路到下周二 北部东北部都会变得湿凉 周三才会回暖 但您关心明天的天气预测 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5到31度 中部地区是24到35度 南部地区是24到34度 东南部地区一栏占有6成 地岛地区是20到29度 以上是这届的天气自信 从北部地区的温度 中部门 铁茂 菜池 看到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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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